男人坐在椅子上 打开一盒巧克力 问旁边的陌生女人要不要吃一块 还说自己可以吃掉上百万块巧克力 看似她像一个傻子 但她的人生却像开了挂一样 她叫阿甘 从小就无法正常直立行走 每天只能靠支架晃晃悠悠走路 他们家开了一间旅馆 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客人入住 其中一个摇滚歌手觉得他的跳舞挺有意思 便模仿他的脚步 没想到直接火爆全球 在他第一天去学校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看他比较傻 都欺负他不给他让走 只有一个小女孩愿意给他让走 还告诉阿甘他叫珍妮 两人从此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这天同学又来欺负他 珍妮阻止不了他们 对着阿甘说 随后同学们骑车追 但是阿甘越跑越快 支架都跑破碎了 这个跑步的速度 给后面的同学都看傻眼了 虽然他跑得很快 但是他的智商特别低 正常人的IQ最低都有80 而他只有75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不明白 后来他长大了 当初欺负他的那些同学又找到他 只不过这次不是骑车 而是开车来的 但这一次这些小子是开着车追他 他眼看躲不开汽车 直接一个急转弯跑进了橄榄球场 在场的球员和教练都看傻眼了 这小子也太能跑了 把在场的所有球员 通通甩到身后 教练瞬间看上了他 后来他进入了橄榄球球队 直接一举拿下了全国冠军 利用体育生身份阿甘考上了大学 进入了另一支球队 这支球队的伙食非常好 还会经常跟一个着正装的中年男子握手 听说这个男子叫肯尼迪 很快阿甘就到了大学毕业 但是他被推荐到了军队 跟他一同加入军队的人都觉得生活很苦 但是他在这里却如鱼得水 教官对他喜爱有加 因为在这里只需要服从一切命令 根本不需要带脑子 比如再一次拼枪练习 不需要别的任何技巧只需要快 所以阿甘很快就拼好了枪械 甚至破了连队最快记录 长官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但是到了晚上他还是会想起珍妮和妈妈 结果在一个报刊上他意外看到了珍妮 此时的珍妮早已辍学 当起了酒吧驻场 这是阿甘第一次跟小飞来到战场报道 二人第一次见到中卫级别的军官 但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拿着枪到处巡逻 根本就没看到任何战争 只是队友很调皮 随便拿出一颗守卫就往地上扔 榨出一个洞还让他往里钻 但这里的环境对他们很是不友好 雨一下就是四个月 他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雨 这天队伍正在日常搜查 结果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他们被对方打得措手不及 阿甘很疑惑地看着自己的队友 因为他们都在对着他说跑 这让他很是不解 但他也没多想 拔腿就跑 因为他从小就很能跑 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发现自己的好兄弟小黑不见了 于是他又跑了回去 一路上他发现了很多受伤的战友 面对这些战友他也不能见死不救 就这样的来来往往 他竟然就下了半个连队 最后他找到了受伤的小黑 但是小黑伤得太重了 在最后临终前他告诉阿甘 他的梦想就是捕虾 你要带着我的梦想活下去 很快他靠一人之力 就下半个连队的英雄事迹就被国家知道了 颁发给他荣誉勋章 但是他也受伤住进了医院 医院里有个老头很爱打乒乓球 但是他自己玩没意思 就把阿甘喊了过来 他原本不会打 但是老头告诉他只要盯着球就可以了 打着打着他就成了医院里的乒乓球王子 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就连睡觉手里都握着球拍 以至于后来他受邀去中国参加比赛 间接促进了中美和平建交 回国后总统亲自接见了他 还给他安排的全是最好的酒店 但是他晚上睡不着 因为对面大楼里有一群打着手电筒 阿甘心善 直接给维修人员打了个电话 结果第二天总统就辞职了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其实那个举报人就是他自己 很快阿甘服役期限到了 退役后的他先是回家看了妈妈 随后买了艘船 为了完成好兄弟的遗愿 他开始补虾 但是补虾是一门技术活 第一天他什么也没有补到 第二天也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只是因为自己想去做 他就会坚持下去 结果这天阿甘在岸边看到了当初的中卫 因为当初俩人打赌 只要阿甘敢当船长 他就去给他打下手 现在他来找阿甘兑现当初的承诺了 你们想象这个看着像海盗的男人 竟然跟一个傻子在认真补鱼 但是他们补了好几天什么都没有唠叨 直到这天晚上 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 中卫坐在最高处跟上帝叫板 但是阿甘却害怕得要死 结果第二天所有的渔船 都被当晚的暴风雨摧毁了 只有他们这艘不想活的船 奇迹般的完好无损 从此他们每一次出海都是满载而归 二人的生意也是红红火火 后来他们买下全部的船 还注册了公司 很快就上了报刊头条 后来中卫给他邮件 说以后都不用工作了 他替阿甘投资了一家公司 但是阿甘还以为是一家卖苹果的公司 等他有钱后并没有像有钱人一样挥霍 因为母亲以前说过 钱够花就可以 多余的只是用来炫耀 所以剩余的钱他都投给了慈善事业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心事未了 那就是珍妮 结果这天珍妮真的来找他了 这一次阿甘没有再退缩 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但第二天珍妮还是独自一个人离去 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善良纯洁的他 此后再也没有联系阿甘 阿甘像失去了灵魂一般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戴好帽子 站起身 跑了出去 他决定要跑到路的尽头 很快他跑到海边 但他并没有选择停下来 饿了就随便吃一口 跑累了就睡 很快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甚至一群记者跟跑采访他 于是他开始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慢跑 而是后边跟了一群伙伴 因为人们感觉跟着他看到了希望 更离谱的是一个做生意的老哥赔本了 来找阿甘希望给他带来灵感 这时一辆卡车见了两人一声音 阿甘拿过短袖一擦还给老哥 一个著名品牌就这样诞生了 这天阿甘日常在公路跑着 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明白了奔跑的意义 他决定要去找珍妮 但是现在的珍妮过得非常好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是珍妮的孩子放学回家了 阿甘有点迷茫 他问孩子的父亲是谁 珍妮却告诉他孩子的父亲此时正在看着他 听完他开始不自觉地往后退 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 智商也有问题 从小被人歧视 但是珍妮告诉他孩子非常聪明 后来阿甘跟珍妮举行了完美的婚礼 正像电影里说的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有放下心中的包袱 才能跑得更远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